《青春本我》星期日晚播出大結局 一群同學唱著歌和Miss Wong道別相當感人 拍攝當日不少學員都唱得眼濕濕 真情流露 最後一集還安排了一個驚喜 就是劇中坤哥向JW表白 為這對CP寫了一個Happy Ending 劇外兩人老有鬼鬼 拍起認真的告白場口 兩人都忍不住笑場 快點生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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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吧 因為我已經跟滾哥做了朋友很久 我跟他很熟悉 所以變成很多事情都不會很尷尬 很容易溝通到 還有他本身的人都是很適合這個角色的 其實我覺得 所以變成了整件事很自然 真是因為知道的他有份 我就更加很想去做這個角色 因為大家本身太熟悉了 而且很難幻想到大家會做一個感情線 到最後今天就拍一個表白的線 雖然到最後那一場才做這件事 但那個過程的變化也挺有趣的 結局播完台詞幕後都是網上開Live 跟大家分享拍攝感受 小公主姚卓菲還感動到哭 你還好嗎 對 我還好 我真的很感人 糟糕 你還好嗎 放鬆 可以的 你這樣選我等會有我哭出來 我不想哭的原因是因為我不想補妝 我已經掉下來了 我覺得拍的過程是真是好玩 還有真是很難忘 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回憶在裡面 所以真是希望會有青春本來二可以拍 還有 如果青春本來二可以拍 你們想各自的角色有什麼進化呢 可能說你想拍大學的電影 或者你想拍… 剛才你說到有些可能是職業的電影 想要什麼工作呢 或者有什麼進化的不同 我覺得可以大學 大學都是好的 還有我想大學會遇到的問題 不一定是中學 希望都可以令到大學的朋友 就是大學的觀眾 讀大學的觀眾都可以聯絡到 在我們的劇集裡面 在今晚的直播 劇集導演奇見聰 還透露已經跟總導演李敏 聊著青春本愛二的劇情走向 但是JW和坤哥不想 Mis Wong和葉Sir的感情線再發展 我跟敏大人真的有聊過的 而路線是怎樣走的 這個是真實的 所以… 對啦… 大家繼續集氣吧 讓大家繼續集氣吧 謝謝… 麻煩… 我覺得我跟坤哥OK的了 已經結束了 可以跟著這裡結束了 什麼… 或者他跟Mis Man 或者他跟誰都好 或者… 他現在還給學生 遇到學生我也不介意